狼牙榜中的飞柳 外表看起来如一汪清水一样的单纯 可是内在的武功 却又是像狂暴的大海一样威猛 他作为苏格格身边的近身侍卫 曾经和蒙志大 统领搭丑过了上百招 又跟一桩之主捉顶峰 交手之后不露败迹 这二位可都是 正当壮年的狼牙高手绑人物 排名分别是第二跟第五的存在 却在这个少年面前也没讨到什么好 更别提夏疆 夏董这样 只能算是比较厉害的人物 跟飞流交手根本就生不了几招 不过即使他的武功再怎么高超 也掩盖不了他本质上 还是一个孩子的事实 并且不光年纪小 因为他的经历还导致心智不全 心理年龄如同志同一般 这让梅长苏更是对他充满怜爱 就这样的心智的一个孩子 却是倪皇郡主 真正敞开心飞速说心事的唯一人选 这是什么理由呢 那是在晋王将大梁内部刚刚平定之后 木然间边境风烟突起 在这危难时刻 梅长苏站了出来 他决定亲去北京 回归他熟悉的战场 可是他的身体无力支持这样的决定 所以身边人尽数阻止反对 可是心意已觉得他连令臣都劝服不了 聂皇看此情形深知自己 也阻止不了梅长苏 于是就将所有的心思都藏着心底 忍着痛苦和悲痛 表达了支持和理解 但是深爱着梅长苏的他 又怎么轻易的舍弃呢 内心的痛苦无人倾诉 因为他也是人前强大的女帅人 于是不安人情世故的小飞流 成为他最好的选择 于是年皇才对飞流清楚 告诉了他自己分别致爱13年的痛苦 又再次相见的惊喜 最终却深爱不能长久的绝望 这一切的心绪 他尽数告知了小飞流 也许他明白飞流不懂 也许他只是在告诉自己 可是没想到飞流听完之后的回复是 明白 也许这孩子的心智不全 可是他内心纯净的心灵 却反而能更敏感地感触身边人 也许这两个子才是对年皇经历 这一切之后 最好的安慰吧 有网友说 飞流其实很聪明的 这一切的心灵 这一切的心灵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ropped 直跂